下季镇止轮散沙草的生长期 加上喷上一起倒作收割完成 农检时期会制作轮散沙草工艺的族人 就特别到沼泽地割起轮散沙草经 采集到的沼泽沙草经分裂后必须经日晒至少两周以上 族人表示在日晒的过程绝对不能淋到鱼或沾到入水 否则容易腐坏 日晒完的沼泽沙草经族人特别利用自制的编织台 配合绑线 重锤 不断交叉孔绑 制作成草席或在田间农作时使用的防晒衣 这种工艺经传成50年有了 那到现在还有很多阿嬷他们都还有保留这种工艺 就是做草席啊 还有做防晒衣 在农盲的时候他们也会穿 在农盲的时候他们也会穿 那陆陆续续很多外人知道了之后 就是做草席啊 还有做防晒衣 有些做农的或者是说做工的 他们也会被这个防晒衣会给我们订供 为了发扬沦沙草供应文化 部落特别鼓励族人设置工方 并安排游客体验 希望成为部落文化观光特色 严实新闻 访问的发电风兵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